新北新民高姓男子 他自称是台版的古惑仔 自主三联邦 不但在太陽花學運期間 糾中鬧事放信號彈 平常還帶著小弟 到樹林板橋一帶的工地 來收保護費 多方如果不從的話 就帶著棍棒去到處砸辦公室 一群太藝人騎機車到工地前 似乎在勘查地形 沒過多久 一名平頭男子搬來木箱原地拆解 把木板一片片地放到工地辦公室門口 企圖點火 就只是因為收不到保護費 這一群人竟然打算縱火燒烏 你是不是有在學運的時候 留信號彈 面對記者詢問 主賢高姓男子 挑眉瞪眼模樣相當囂張 根據了解 戳好黑狗的高姓主賢 在318學運時 曾經在臉書上糾中 到學運會場丟職信號彈鬧事 還自組三聯邦 向樹林板橋一帶的工地 收取保護費 每次三萬到五萬元不等 若是對方不從 不是雜點就是縱火 宛如台版的蠱惑債 他們針對工地 然後索取保護費 如果不從的話 他們大概都以暴力的方式 比如說鋪欺 鎖大門 被害人不堪其擾 報警處理 警方大動作掃蕩 一口氣逮捕了 連同主賢在內的九個人 將他們通通移送法辦 據說掛領桌天傑 新北市報導 我們在討論 起床 在討論 展現 在討論 從